赚钱有道啊 不过呢 到了故宫来看一看 真的是风波不断 这样子赚钱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 这是之前翠玉白菜 不是才因为这个made in china 结果大家就引发争议 赶快下架 重新贴一个跟台湾设计相关的字样吗 现在又传出来说 这个赚钱的这个故宫商品部门啊 拿去委外 所以每一年营收三四亿当中呢 大概每卖出一百块钱的商品 中这个故宫博物院的员工呢 就可以分红十二块 算一算呢 五百九十几位的员工 都可以分到一年有上万元的红利 真的是一泊未平一泊又起 故宫商品made in china 事情都还没落幕 现在又扯出贩卖商品部门 卖多少赚多少 而且院里面做的员工都可以分红 这个翠玉白菜 现在你看到我们卖一百块 但是那一百块 它里面含制作费 制作成本和管销成本 其中制作成本百分之六十是回归厂商的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呢 是扣除了管销费用 去年我们是每个人社员分配盈余 没有超过三万块 再三强调故宫分红一切都是合情合理 简单来说国立故宫博物院 虽然隶属于行政院体系底下的直属单位 不过其中商品部餐饮部以及员工合作社都是委外业务 因此员工可盈余分红 举例来讲卖掉一百元的翠玉白菜商品 六十元是成本四十元是盈余 不过其中四十元还得再分出百分之四十缴交国库 剩下的钱再另外分一半十二元给员工当作分红 每年营收三到四亿元 五百九十几位员工 一人一年可拿到三万元红利 除此之外就怕又挨轰 故宫白菜大陆货重新商标上架来贩售 台湾设计中国制造 那你觉得是哪边制造的 应该是 中国白 会想买吗 不会 怎么说 因为肯定要买台湾的东西 一看到自己家乡制造的故宫白菜礼品 即使加上台湾设计的新字样 大陆旅客还是兴致缺缺 二号下架的相关商品 也让故宫损失了将近二十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